我们时间非常紧迫 我们马上要到下一位的主讲人 下一位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得到朴永焕 他是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他主要是从事宋代禅学与诗学 东亚佛教文化等等研究 但是因为朴教授现在身在美国 有非常大的时差 那他会考虑到现在是他的凌晨 所以安排了预先录像 然后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 分享他预先的录像 我就把那个时间交给世宇 帮忙播放一下他的录像 各位好 我是韩国东国大学的 朴永焕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 年外幸运大师 上个月我在伦敦访问 Things College 伦敦学校的时候 听到幸运大师远远的消息 我个人来说曾经七八次拜见幸运大师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突然间脑海里浮现出幸运大师的形象 所以就通过联署分享到韩国 再次我简单的介绍表观这些内容 台湾佛教界的明珠 台湾佛教界的就是领导 也是世界佛教界的伟大灵秀 台湾佛光山的佛光山寺 开山祖师 幸运大师远吉 享年97岁 大师与东国大学渊源很深 幸运大师为了人类和学和世界和平 同时在韩国跟台湾之间的促进文化艺术交流方面 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他在2004年被东国大学 受于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我记得好像是2007年吧 东国大学又受于叶晓文中国前宗教局长 荣誉博士学位 当时叶晓文先生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非常荣幸获得明珠博士 因为我在从我的老师 幸运大师获得明珠博士的东国大学 博士学位 所以我非常荣幸 当时我在旁边听了他的这句话 从这句话可以得知 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对幸运大师的敬仰的态度 我刚刚介绍了我个人来说 七八次的机会 拜见大师的机会 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08年吧 我陪同我校洪骑山校长和 理事长悬海法师 我陪同他们拜访佛邦山 当时幸运大师接待我们 总是以他陪同友善幽默 让对方感到很舒服 他们校长和理事长回来之后呢 一口同声地赞叹地说 大师的亲和力 也格外高兴对佛邦山的了解 和发展的情况 大师呢 终身为传法的高声 同时呢 据我所知出版了395次的 幸运大师群体的学生 使人间佛教在台湾 中国大陆 根深地 并将佛法传到 传播 东南亚和世界各个地区 我现在在的波士顿也是 佛邦山的道场 山佛中心 也是 这个 这个 很多 美国的 这个 佛教徒也是 参访 据说是这样子 幸运大师对教育 事业表现出非凡的热情 在台湾创办了 佛光大学 和南亚大学 我们都知道 在洛杉矶创办了 西来大学 在澳大利亚 不仅创立 南半球 第一大 寺院 南天寺 并创办第一所 由佛邦成立的 南天大学 为澳洲学校重要的里程碑 同时在菲律宾创办了光明大学 并大力培养世界各国的年轻一代 同时他边占了 佛光大将军和佛光大词典 我们研究佛教 离不开这些工具书 并把它一整英文 为东西方佛教研究提供 这个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了洪法和教育 他还是写出台湾世卫的领导 通过建立养老院托儿所 为台湾世卫发展出很大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 幸运大师构建了如佛结合特征的 人间佛教理念 从六祖会能佛法在人间物理世间学的理念开始 经过马祖的平常心事道 到北宋黄龙时完成和实现了禅宗的入学化 所以南宋大会中稿说 世间法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世间法 要说 佛体心就是中一心理念 名义而体统 基本上脱离和超越世界和初世界的区别 重视现实世界的重要性 幸运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 也继承和实现这些 佛体心和中一心理念 名义而体统的理念 同时超越了世间 与初世间的区别 这些人间佛教具有 鲁佛结合的特征 重视现实 教育 人格的重要性 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大众化 生活化 国际化 人间化 所以当今世界人间佛教的发展 离不开 幸运大师的功劳 人间佛教成为台湾主流 重视学术教育 培育人才 推动佛学的发展 又在黄法方式和灵域前方位 多元化地走进群众 最后走上多元化现代化 国际化的道路 这就象征着佛教在台湾 宗教中的占出道地位 从而改变了传统 所旧佛教的形象 提升了台湾社会的软实力 因此 作为世界历史上的 众多的佛教领导 能在传教学术教育 社会事业等方面 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领导人 虚实可恕 新云大师功德无量 福不堪圈 据说 台湾佛光商证实 新云大师查批后 出了不及其数的五四实例子 古人说 打不鼓起 人能宏道 佛祖地者众多 新云大师 内外奸学 禅尽双修 去复慧命 得正道者 承住西方 顶尼新云大师精神 祈求往生极乐世界 谢谢 非常感谢 谭教授的发言 佛光普教三千届 法水泉长老五大洲 我们更 现在就是更进一步 理解怎么样 佛光商怎么样把 弘法五大洲 谢谢 谢谢 佛教授的发言 根本欧